龙珠超,大神官也是天使,如果悟空败是大神官,古天之下还有对手吗? 孙悟空是龙珠系列动画的主角,数次拯救过地球乃至地球宇宙,称其是人类的英雄也不过分 当然,悟空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并非天赋一顶 和别人相比,悟空经历了很多奇遇,也遇到了很多好老师 地球时期,悟空在龟仙人的指导下努力修行 塞亚人时期,悟空从北界王处习得真转 银河时期,悟空在维斯的帮助下进行各种各样的特训 龙珠超新篇章更是直接确定了贝极塔和悟空以后的发展路线 贝极塔施从比鲁斯,斗破坏是路线,悟空败是维斯,走天使路线 然而赛亚人是没有极限的,悟空等人所要面对的敌人也只会越来越强 在遥远的未来,维斯可能会没有东西可以交给悟空了 新的敌人实力突破了天使级 如果悟空败大神官为师,实力会达到怎样的水平 这个假设成真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大神官也是天使一族 而且在游戏宣传动画《龙珠英雄》中,监狱火星爆炸的时候,悟空被大神官就走了 在此登场的时候,悟空身着神官衣,眼睛炯炯有神,用一种十分自然的自在机翼,轻松打败了复身状态的卡敏和奥连 虽然都是天使,但是大神官的实力远在天使之上 如果悟空败是大神官,战斗力肯定会有志的飞跃 实力方面,普通天使不及大神官的一根小手指头 到目前为止,天使一族是龙珠超中最顶级的种族 现在还没有出现能够抗衡天使的敌人 和地球同化以后,天使摩罗的实力完全释放了出来 悟空要十分认真的抵挡摩罗巨大拳头的攻击 而维斯只用一根小手指,漫不经心就抵挡了下来 而大神官的实力就更加神秘莫特了 大神官仅仅用了两根手指头 轻松挡住了两位破坏神的全力一击 由此可见,在天使面前 破坏神也是一个不知一提的存在 他们和宇宙中的人类并无两样 除了战斗力,大神官还有远胜普通天使的超能力 作为最顶点的种族,天使一族有很多神奇的超能力技能 普通的天使拥有质与伤势 利用法杖观察宇宙任何地方以及复活人类的技能 而大神官的超能力都是升级版 大神官可以千里传音 瞬间召唤所有的破坏神和天使 凭空造物,甚至复活已经死亡的天使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天使中立原则到底是亘古存在的 还是大神官制定的 如果是大神官制定的 那么其实力还要上升一个等级 当悟空从大神官那里学成归来的时候 悟空会大变量 神官离加身 各种匪夷所思的神之计轻松使用 普天之下再也没有对手了 所以说,现在的悟空想要成为举世无双的强者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微信搜索公众号动漫小天堂 可以观看更多动漫资讯 精彩情报和同源动画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再见